各建政已经有152年历史的北港金山顺序路过 以及14人都在为工学团成劳力的老家书理传生 在地区劳力的政策之下 今年是想象得到关乎文化図 来专业做传统企业保险团体 以及传统企业保险者 配合到北港条天教也做文化 因此用心研究科学也有学法的保险 也团成提供业定文化 关义官参考主也特别赏旧百变来感祝福 现年81年 正通北院学期的技术理传生 担造幽阳的科学 它提出很多受众日本世代流入来的学法 它说要学习非常不简单 学习在春生十五岁那时 就在北港条天教担任开路过顶头的总指挥 而且在北港金城村 现在宣来制度国家演奏超过一家字 这一项传统企业特别的所在 除了要背后破 而且要加入各种的变化 因为古早在念破时都一定要用公词符念 而且不只背 它背完以后 它之后吹出来的音调还要产生变化 它可能只有一首曲子可能只有三十个音 但是它要吹出八十个音要自己加进去的 另外北港金城村开路过去清朝一八六五年来创立 不仅有两百位会员 每逢马祖圣诞出旋 都担任重要的开路过的距离 金城村国家聚会理事长所卡的这边大楼 是金城村的顶管一报 是三十万年前 为了要庆祝創立一百二十十年所做 大家看到三十万年前的老商品非常怀念 所以今天特别来赞召 感谢他们平常是替我们这个 台风忠告文化的这个努力 另外今天也送给我们 集中一个老师傅就对了 春生生的 这处北港金城村开路过 业顶在这地方关乎文化处 丁禄传统基地保障团体 理事长中坤红非常地感谢 随身为金城村的集团主 感到这个无限的光荣 无限的这个荣耀 在地国家约定的传统基地 有了政府担任任一步的倾断 未来印象的专业来团成推广 记者返往昆差红报导